孟耿如与黄子娇婚后育有一女 两人不时会在社群平台分享育儿及日常生活 日前夫妻两夕爱女到日本大阪旅游 黄子娇在社群平台发文透露 当天一早安排了做养殖珍珠古老小船的行程 没想到他拿着老婆的包包上船时 老婆的手机突然飞出去掉到河里面 令他在乘坐小船的全程都感到相当懊恼 反而是孟耿如很看得开 由于手机没有云端备份 所有女儿的照片及影片多达5000多个档案 都没有备份到 让他难过表示一切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所以黄子娇也火酥月阳处理 购入新的手机 老婆回到饭店后用iPad自拍 淡然的表示老公也不是故意的 因此他不会生对方的气 而且就算哭了手机也不会回来 所以努力放下吧 不过也没办法的是懊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